金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艺人,是娱乐圈里少有的敢说敢做的人,看过他的金星秀的小伙伴都会非常喜欢他,主持风格,听圈本,台上的他经常都会提到自己的劳工汉斯,和自己的三个孩子们,家庭事业被金星平衡得非常好。 8月13日,金星插出了一张墙上的话,并说,谢谢伯友们的生日祝福,今天收到汉斯送的生日礼物,油画把定荷罩,当时周周就在想汉斯真有意思,和金星都老夫老妻了,还送油画把定荷罩,油画画得很逼真。 金星穿着一身气质的旗袍,坐在沙发上,十分悠扬,汉斯自站在沙发的背后,也是一表堂堂,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对有品味的夫妻。 近日,还真有小伙伴分享了金星结婚的照片,结婚的地点是在意大利,金星披着一身洁白的婚纱,长长的头纱盖在身上,双手捧着鲜花,十分唯美,汉斯也穿着白色的西装,戴着帽子,非常的绅士,两人站在石阶上,还挺般配。 对,金星今年已经51岁,保养得依然非常好,披上婚纱之后,散发着知性,大气美。 那么问题来了,金星是一直都没有结婚,还是? 没错,金星这是复婚,他们中间离过了一次婚,我们都知道的,金星自己无法生育,但是却很渴望成为一个母亲。 所以在婚后,和汉斯一起收养了三个子女,下面这个是老大,小名叫嘟嘟,然后金星的二女儿,头发中分,笑起来还,有苹果鸡,牙齿正齐,和金星一样有气质。 不得不说女儿越来越漂亮,从小就学钢琴,跟着外婆学着毛衣,被金星培养得多才多艺,而且还贤惠,金星家的老三是儿子,看来父子俩相处起来关系不错的样子哦。 不过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照片了,金星和汉斯向来恩爱,离婚肯定也不会是感情问题,之所以离婚是因为汉斯是外国人,所以孩子们都没能顺利的入学。 为了孩子,金星和汉斯才决定离婚,等老三上了高中,生业不再受到影响,两人在举办一次轰轰烈烈的婚礼,尽管离婚,金星和汉斯的感情,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一直都非常和睦,尽管少了一纸婚约,他们依然对对方非常的忠诚,相职相守。 可见汉斯对金星真的是真爱了,下面这招应该也是全家福,金星活出了自我,活出了精彩人生,让人佩服,三个孩子能拥有金星这样的母亲,真的很幸福哦。